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斯网站他那边出现统帅呢 一般都是会有设计线 然后再出技能 通常都是正确的 只顾着讲本多终胜忘记另外一个统帅 另外一个统帅叫苏莱曼一世 这个统帅我就不太熟了 但是本多终胜我相信有玩过战国系列的玩家 应该都认识他吧 那么这两个统帅呢 就是领袖统帅呢 很遗憾本多终胜不是骑兵统帅 不过如果他的技能是可以匹配到我的骑兵统帅的话 我会去练本多终胜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万国觉醒真的有出一套系列全部都是战国统帅的话 我肯定是会去收集的 那么废话不多 所以我们直接看统帅的技能 技能呢 我是在韩国的讨论区那边拿到的图片呢 我是在俄罗斯网站那边拿到 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现在俄罗斯网站呢 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看他的技能 但是韩国那边呢 抢先可以看到他们的技能 所以我这边放韩国原版的给你们看 然后右边呢 我放一个中文汉化的给你们看 不过由于这个技能不是在同一个网站拿到的嘛 所以有可能这个技能是假的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写什么东西 本多终胜是领袖 工程 他一个是进攻 但是他这边是写略地啦 事实上是进攻来的 第一技能 使受害系数800后 我觉得这个是对别人造成800的伤害之后 原型范围对我均增加50%的攻击力 失去3秒 不确定他这个800呢 是直接伤害还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觉得是对别人造成800的伤害呢 因为他的觉醒技能 我已经偷偷看了一眼他的觉醒技能 他的觉醒技能是对敌方造成1000的伤害 所以如果是对我方 我方受到800的伤害才会触发到的话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反正我们已经看到觉醒技能嘛 我们直接讲觉醒技能 对原型周边我均增加攻击力60%持续4秒 增加了一个10%再加1秒 那么以这个技能来说呢 还算普普啦 没有讲特别好啦 不过以buff来说的话 60%伤害是确实很好的 第二技能防御力增加20% 生命力增加20% 第三技能他前面写的部分有一点点错啦 这个是增加伤害10% 后面就是部队荣量增加15% 第四技能有10%概率去除所有的简易效果 但是他这边翻译不懂翻译到什么鬼出来 并且对对方沉默2秒 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那么以上就是本多终胜他的技能哦 这边翻译是真的有蛮多错误的地方啦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他是领袖 几节进攻 那么以他的第一个技能来讲的话 其实他可以带出去帮忙做buff的队伍 并且他第四技能是有沉默效果的嘛 所以我觉得本多终胜带出去也这样是可以的 我觉得本多终胜比较大的机会是在转盘里面 所以啊我是有机会可以把他觉醒的嘿嘿嘿 但是我会不会把他觉醒呢 嗯我觉得应该会等他真正的技能出现之后 我才来决定到底要不把他觉醒 第二个统帅也是一样 左边是韩文右边是中文 中文翻译呢可能有一点点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帅 苏莱曼一世 天赋是领袖住房辅助 翻译是写资源啦 不过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辅助来的 啊这个第一技能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啦 不过我找到另外一个翻译呢 是伤害系数1500 并且有500点的治疗 然后增加所有伤害30% 那么我不确定到底哪个翻译是对的啦 不过我觉得我讲的这个翻译呢 是比较大可能是对的 这边写的内容呢 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写错了 或者是翻译有错误 不过我两个翻译都放出来 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做对比啊 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第二技能在野外时攻击力增加30% 住房的时候防御力增加20% 这个技能还可以啊增加30% 但是他不是buff就是帮队友增加 他是帮自己增加 没关系我们看第三技能 住房的时候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20% 后半段就有点奇怪 受到攻击时单位降低10% 最多50% 那么这个受到夹击伤害呢 我觉得应该是跟威廉差不多 就是我受到的伤害的时候 会增加10%减少伤害 最多可以跌到50%这样子 不过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第三技能 是住房的时候 并不是你带出去野战的时候 就可以触发到这个技能 所以这个第三技能放在住房呢 有一点点小亏啦 如果他没有限制在住房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的 那么第四技能呢就有点像真的这样子啊 有指定哪一个兵种呢 会增加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是用步兵来做住房的话 防御力会增加30% 如果是用攻兵的话攻击力会提升30% 如果是骑兵的话 生命力会提升30% 如果是用工程车的话 所有伤害会提升30% 哇哦 也可以拿工程车来做住房了 嘿嘿嘿嘿 自从武测天消失之后呢 我们很少拿工程车来做住房了 以前武测天在的时候 哇 全部都用工程车来做住房啊 超爽啊 那个觉醒技能 当你的队友只有一种兵种的时候 就是说不管你是步兵 攻兵骑兵 只要是一种部队而已 所以伤害会提升40% 嗯 我觉得还不错诶 不过长期有玩游戏的 你们都应该知道有一些所害呢 就是不管你放什么兵种在里面 你做什么统帅呢 他都是跟你乱塞进去的 所以这边可能是会造成这个统帅 最大的弱点 就是我们很喜欢混兵啊 如果你放到混兵进去 就变成他的觉醒技能 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并且你们看第四技能啊 他这边是写智慧单位 仅由就是由一个兵种 来做住房的时候 而不是说你有混到其他兵啊 比方说你里面有步兵 攻兵骑兵 他就会增加防御攻击生命 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这个统帅是强制性 要你住房的时候 只带一个兵种而已 嗯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官方 他们要更新呢 就是我们现在住房 在万圣节更新之后 可以选择 要对方带什么兵种 加入你的住房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新的统帅要出来啊 所以官方很贴心的 就把你们安加了这个东西上去 就跟你说 哎呀你要加入我们的住房啊 可以啊 你放什么兵啊 你要看清楚啊 你不要给我让人放啊 那么以本多宗圣 跟这个苏莱曼一世来做比较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以统帅 他的能力来讲的话 不过统帅还没有出现 我自己本人 你还没有用过嘛 所以这个也只是 纸上弹兵而已 也不清楚 他们吃剂带出去用的时候 到底是怎样的 不过我觉得苏莱曼 他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没有指定兵种 虽然是说 他要求你只能带一种兵种 进去他的队伍里面 但是他可以随时变成步兵 公兵骑兵工程车的住房 就没有限制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一搭配的部分呢 这些就等那些大佬开口讲话了 这边我就不方便讲话了 不过目前来说 我们集结的话呢 公兵季节还算不错嘛 骑兵也可以的 这一住房呢 目前公兵住房也可以 但是骑兵住房就有点可怜了 然后至于能不能搭配 植诺比亚呢 嗯 也可以考虑看看了 两个都有治疗 不过刚开始 我已经讲过了吗 因为这个统帅的技能呢 是来自韩国的讨论区那边的 然后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假消息呢 都是来自韩国那边的 哈哈哈 所以还不确定这个技能 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不过我们可以自己自行想象一下 如果他的技能变成这样子的话 会是怎样的技能 那么不管怎样呢 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正式版出来的话 我应该会再做多一个影片 翻译给大家听 哈哈哈 你们又要听我讲话 哎好闷啊 语言的翻译 语言的英文 真是烂到爆 那么本期内容就是这样子啦 不过我们已经确定了 本多宗圣跟这个苏莱曼一世呢 是真的有存在的 只是技能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而已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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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